本土疫情区患 澎湖取消入境快篩 麻工機場漸漸出現 游客聲音 民眾們快強在開學前 衝離島旅遊 航空公司也瞄準 夏季最後一波旅遊潮 繁繁換成放大機型載客 利用航班從即日起 到8月29號部分班次改為客機 登趟70人 放大到180人 另外華信航空 8月27號飛往澎湖的班次 也改成租用虎航A320 同樣放大到可容納180人 旅客只要攜帶健保卡 填健康聲明書 配合實練至量體溫 就可搭機 8月16號之後 每天飛航28班 醫生的一個人數 大概每天進出的人數 其實有多了500到1000人 不管二級警戒延至9月6號 不過海域旅遊已漸漸鬆放 航空公司抓住暑假尾巴 看好海上活動開放 旅客有望到澎湖旅遊 不過本島每日人有零星確診個案 民眾務必做好防疫和自身評估 避免掀起另一波疫情高峰 記者顏宇龍 彭新美 彭湖報導 未知的意見